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话说啊 没出十五还是年 我们总说年年有余 今天呢 咱们就来说说这鱼 吉林的茶岗湖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在那里有着最古老也是最传统的冬季捕捞方式 可能您会问了 冬天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这怎么捕鱼呢 没错 渔船是不能用了 全靠人力和马拉 而且啊 鱼王也是相当大 足足有两千米长 好家伙 这么大的网 一次得捕占多少鱼啊 不含糊地告诉你 两万公斤 那捕鱼的场面是相当壮观了 看着冰天雪地的茶岗湖是热闹非凡啊 虽然将近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气温 但是现场的气氛真是热烈 这么多人都在看什么呢 茶岗湖投鱼开卖仪式 开始 新闻投鱼 起开价 六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二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二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天哪 这是一条什么鱼 竟然能卖到二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不光贵 这个数字也极力啊 头彩嘛 年年有鱼嘛 原来今天是茶岗湖的开鱼节 也就意味着从今天起 为期三十天的茶岗湖东鱼开始了 现场挂的这么多冻鱼 都是茶岗湖的第一网鱼 也被称为头鱼 并且当地人 有头鱼能带来吉祥和好运的说法 诶 这不是小品演员颜学金 著名军剧何敬佩吗 一 二 好大的鱼啊 二十斤都打不住啊 可是这么多这么大的鱼 究竟又是怎么捕捞上来的 茶岗湖的东湖场面又会如何壮观呢 感觉地球真大 是不是 场面很宏大 震撼那种感觉 三十岁没见过这么多的鱼 在开玉节现场 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这不是去年我们采访过的 七十六岁的石宝猪大爷吗 哎呀 哎呀 小猪 行了 去年来的 今天又来了 又来了 我先见到你了 挺好啊 余颜早一早在外面再看 坚持亲自带上我们 去补上一网 看 记者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还觉得冷 必须得加衣服呀 这个暖色多了 哎 对对对 现在是早上的四点钟 四十的气温呢 是零下三十度左右 今天呢 我们随有做了五十六年的鱼霸头 石大爷 一起去看看动作 石大爷 每天都是这么早出发吗 我们东王每天都是这 这段时间 洗澡不太黑 石大爷依然像当年那个威风凛凛的鱼霸头 我们今天跟的这个组共有五十二人 从这里到东部点有两公里的路程 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这就是今天这趟网的东部点 现在每天茶干湖有四组人参与东部 每组五十二人 除了一名鱼霸头之外 其余的人都被称为鱼工 此时的茶干湖完全漆黑一片 但是鱼工们辛苦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我们看到三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 正在这厚厚的冰面上凿着一个洞 这是做什么 这是叫下王眼 收着网多听着叫 这两千米网就得送这个下去 石大爷说 他们这可都是力气活 凿这样一个入网口 至少得需要半个小时 那这冰层有多厚 6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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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厚的冰有多厚 那厚的冰有一米来算你 一米 来 开始下 那都收 猪王口已经找好了 我们看到猪王口的两边 先后放入长约15米的竹竿 竹竿后面带着绳 绳子后面带着网 这一张网大的 可是让人吃惊呢 这一趟网总长是2000米 两面同时往年效 这一刻呢 这个网是1000米 那边有1000米 哦 究竟这两张长1000米 宽12米的大网 是如何在水里面走的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示意图 这是入网口 这是各200条眼 两个小眼的距离 为14米 这两排小眼之间 最远的距离是1600米 现在你已经感觉到有点干子了 两张各长1000米 宽12米的大网下去之后 15米的竹竿 通过走这一个个小眼 指引着马拉脚盘的方向 带动网 10个小眼 10个小眼的往前移动 在入网口两公里远的地方 就是出网口了 算下来 这两张网的面积 足足有320万平方米啊 网在水下呈枣河状 将这个区域里的鱼 全都一网打进 那么鱼最后聚集在哪呢 原来在这两张网的后面 还拉着这样一个大网刀呢 里头可以装30万斤 鱼 鱼是不是最后全给它汇到这里 这不是两次都晾上了吗 赶到最后出网 就往这里进 不想出也得出来了 茶岗湖作为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水域面积有60万米 我们今天跟着这趟网的东补点 位于茶岗湖的东南角 整个下网过程 需要8个小时 此时辛苦的渔工们 已经奋战了4个多小时 一旦游记的茶岗湖上 也陆陆续续来了一些游客 问一下你们是来买鱼的吗 买鱼的 从哪儿过来的 大庆 大庆啊 全车来的 我黑中江的 还是别那边的 我从北京过来的 茶岗湖这种冬季破冰捕捞的方式 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来茶岗湖的游客 基本上都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都想看看 茶岗湖的东补 是如何的古老而神奇 头一次来 挺兴奋的 怎么去弄一套 不想顿着吃 北国冰封万里雪票 茶岗湖冰面 白雪麻麻 到现在为止 勤劳的渔工们 已经在零下30度的温度里 工作了6个多小时 你看你这上面都是别冷不冷 咋不冷 辛苦啊 辛苦啊 大火 一天得干多少小时 4点到正常时 12多时 嗯 怎么了 你在干嘛 休息一会儿 这是不凉吗 不凉 从大衣 不凉 还脱啥就躺着 休息一会儿 鞋子还干起来 在每趟忙的边上 我们看到 都挺有这样的小房子 原来这里面还可以生火 能做饭 吃会儿 都这几度都带些什么呢 就是比较方便点 饺子方便面什么的 都得肠 这类种 你来喝酒 再带点酒 这主持人来点 好 怀里都穿着 不喝酒不行 冷 因为它冷啊 酒饭还呢 来吧 喝口酒玩 来 喝口酒 来 这多少度住的 多少度 10度 你们吃饭一般都是在这个雪地上吃饭 中午 有五道斤 就是这么吃 一天总共几顿饭 一天早点吃 中午就给冰上就这个 就是不错了 好 这就是出王口 林树王口有两公里 我们看到 起导向作用的竹竿被取了出来 这竹竿一出 鱼什么时候出来呢 一点吧 一个小时 我都出来了 你这那个鱼是王出来 这今天高兴不高兴 这大不高兴啊 打鱼嘛 十分钟后 王也出来了 所以王后面戴的兜里有鱼 太沉 所以此刻 这四匹大马 正拉着脚盘 将这两千米的网从水中拉出 那以前出现过最多的一网鱼 有多少斤呢 2009年1月3日 我们长湖单网产量的以16.8万公斤成功的进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到底今天这趟网能不能打破以前的纪录呢 现在谁也不好说 不过湖上已经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 鱼马上就要出来了 大家都在急切地盼望着 这即将捞出来的鱼会有多少呢 这个气氛挺好玩的 都兴奋 你看大家都在喊 是不是 都兴奋的 不光游客兴奋 辛苦了一天的鱼工们 也在盼望着激动人心的时刻 鱼多我也得多人钱 连家的老婆孩子都盼望多出鱼 多出鱼厂户多卖钱 厂子富裕了 我们也就富裕了 这就叫大河有谁 小河满 让游民和游客期待万分 不蹦乱跳的鱼 眼看着就要浮出水烟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要到了 从凌晨五点开始干活 到中午一点出鱼 师大爷和同伴们 已经在冰天雪地里 辛苦了八个小时 这三百二十万平方米的一张大网 一往上来 真是难以想象会有多少条鱼 能卖出什么价钱 听着渔工们整气有力的呐喊声 我和岸边的人一样 也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了 不要走开 一分钟广告之后 您就会看到一个盛大的丰收场面 大家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看呀这鱼是一堆堆的往外出啊 步步乱跳的鱼 堆成了小山 在摄氏零下30度的天气里 刚刚打捞上来的活鱼 很快就变成了速冻鱼 尽管天气寒冷 但是现场的气氛 却是热闹无比 看这鱼就觉得特别兴奋 太好了太好了 没见过这场面 有一种风流的鱼 看这条大鱼 多好啊 这个鱼好像是能 能把一年的运气了 财气了 福气了 是多在这里头呢 从来没见过鱼这么多很好玩 财气了 真不真这个鱼 成 成啊 我们跳霸的 跳霸的 跳了十条 这几条 几条总共唱的 为什么呢 一百来一 一只手 看到 看到小鱼 记者找到了 这趟网中 最大的一条鱼 一米长的鱼 抱歉的感觉 是沉甸甸的 年甸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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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年了 年甸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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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条一米长的大年鱼 有多重呢 能卖多少钱呀 212两 一千零五十 亲友巨贵 自己吃 现在生活富裕了 不差这段鱼钱了 这些打捞上来的鱼 怎么都是大鱼 为什么没有小鱼落网呢 到现在 整整辛苦了 十个小时的鱼工们 也体会着丰收的喜悦 那你挣点钱嘛 拿回去 搬这点 搬这点点货吧 挺不容易 现在白雪覆盖的茶丹湖上 可以说是人生饼废 鱼越冰湖啊 听说 这鱼的品种 可是有好多呢 好几十个品种 尤其是以胖童鱼 非常注成 不要都整不住的了 是活的吧 多好玩啊 胖童鱼学名优语 又名花莲 因为头大 民间固称为胖童 在这里 十斤以上的胖童鱼 每斤价格为五十元 那今天的一网鱼 总共有多少呢 有四五万斤吧 现在茶丹湖这四趟网 每天的产量约为七万斤 今天供销售鱼一万斤 销售额为三十万元 没卖完的鱼 还要拉回茶干湖厂赞小手 忙碌了十二个小时的鱼工们 开始收工回家了 时间辛苦 挣着钱 心里也很热 这就是我家 你看 现在是那小孩 只能换大房了 我今天搬着 看 十大爷靠着自己的勤劳 这日子是越来越好了 屋里还挺宽敞的 来 我给你开门 你会里边 哎呀 这屋里挺开门 是挺亮的啊 挺好的 这我妈今年九十五了 看见我老伴 今年八十 我七十六 你看我们这三口 有多健康 咱是没有 宽敞大屋 度的 亮到汤的 妈呀 你老太子就好好活着吧 相福吧 这条鱼过年了 师大爷说 这快过年了 来我们家 怎么能不吃鱼啊 冬杯冷啊 就是我现在连冰箱 都不用了 这条鱼太大了 怎么办 得聚舌了 晚上再给我锅里炖 要不锅放不下 说 我这就得开狼了 哎呦 见我炖鱼鸡了 过年了 鱼来了 年年有鱼 好 姑娘 看看这鱼怎么样 这是不错吧 来吧 咱们把三包酒倒上 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干杯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祝年吉祝年吉祥 祝大家拜年了 祝年吉祥 祝全国农民朋友 新年快乐 祝年吉祥 祝全国农民朋友 新年快乐 祝年吉祥 哎呀 茶岗湖的捕鱼场面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这么多活蹦乱跳的鲜鱼出水的一瞬间真的是太壮观了 其实咱们这些人呢只是看个热闹 能把这种最古老的捕鱼经验传承下来的还是那些像时代一样的渔民们 这几年随着茶岗湖的发展 渔民的收入也在逐年增加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这些辛苦了三十多天的渔民兄弟 以及所有的农民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快乐 年年有余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稍后一起来看一下明天给您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零下十度的傍晚 三名儿童落入冰枯 寒冷刺骨的湖水 送你接力营救 儿童追兵事件频繁发生 原因出在哪里 究竟如何预防 掉入冰枯的孩子 敬请收看